廣州的粥除了鹹的之外 還有很多食材 現在春天家家戶都很喜歡煮一種粥 就是去濕粥 材料很簡單 廣州隨便可以摘的木棉花曬乾 還有磁石 乾的土腐苓 番茹大石的燈芯草 異米和扁豆 選用東北大米 或者是五常米都好 其實這些材料 去掉米加些瘦肉下去煮 一樣可以變成去濕湯 把所有材料洗乾淨 放在鍋裡 用猛火煮滾 材料和水都滾了 我們現在才可以下米 一早下米的話 很容易黏底 我們加了米下去之後 開猛火煮滾了 然後調慢火慢慢熬 兩個小時 這個粥就完成了 這個粥來說 可以加少許鹽下去 但是我也是通常不諾言的 吃進去口裡 就有一種很清新去濕的感覺 我們小時候就聽老人家說 如果你有眼屎多 舌胎厚 舌胎的兩邊的牙齒很多 那就煲這個粥就一漏了 越吃越吃越有味 強哥,這裡很漂亮 對,看這裡的環境 有點像杭州的西湖 強哥,這裡是哪裡 這裡就是佛山的影月園公園 以月亮為主題的一個公園 而且是免費的 強哥,你很厲害 怪不得 從三歲到八十歲都喜歡你 你哪裡可以的 別管了 總之我覺得你真是面面俱道 人生快意事,隨處好人緣 人緣好,做甚麼事都比較容易 你說到面面俱緣的話 我就不敢當了 不過我有一個老朋友 整面一流 整面? 是的 那他好人嗎 從上世紀二、三十五就開始 我媽就開始在香港 做這個傳統的手工麵 這樣就很受歡迎 一直傳承到我現在這一代 已經是第三代了 一個合格的廣府麵 口感開始 它要達到一個鬆和爽 還有就是滑,這三個要素 又吃到有蛋的香味 還有這個麵粉的原味 還有就是鹼水 加進去之後的那種 三種混合的風味 對,大家好,我是蘇巴田 我從事廣府麵食的工作 已經是二十五個年頭 我們穿了整套裝備 是的 師傅,你想做一個怎樣的麵 給我們吃 對,小時候很喜歡一個豬油拌醋 豬油拌醋 這個就是我們從小吃到大 在家裡來說,炸一缸豬油 做麵,拌一些蠔油 或者拌一些豉油 再加一些豬油 又香又爽 我可能是十七、八歲而已 所以我沒有肚子的記憶 我今天也很想試試 其實做麵有三要素 第一個就是全蛋 水也不加 還要特別用鴨蛋 很多人都認為做麵 一定是用雞蛋,其實不是 為甚麼用鴨蛋 因為鴨蛋的膠性比較好 而且蛋的香味比較濃郁 所以做出來的麵比雞蛋更好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鴨水 這是我們廣府的麵食裡面 最大的特點 據我所知,所謂的鴨水 就是木字旁的一個劍的鴨 就是用草木灰燒完之後 去煉成的一種鴨水 現在很多人被錯覺 石字旁,一個鹹的鴨 那種叫做工業鴨水 還有第三要素呢 就是麵粉 麵粉一定要選擇高筋的麵粉 我們怎樣分配它是否高筋 其實從外觀已經可以看得到 它的麵粉很幼細 很幼細 但它的色澤比較深色 米黃色 對 有點黃色 沒那麼白色 對 我小時候平時想用麵的粉底 那我們有甚麼技術上的要求 我們當然先把蛋和鴨水混合 混合好了 再跟麵粉攪拌均勻 其實機械做出來的麵和燭麵 有甚麼要對比呢 機械其實會做得更好 因為其實用機械做麵 只是把工藝提升 更加把要求進一步提升 所以將品質更加好控制 好 我想看看你怎樣提升 好 進行第一次的熟化 然後壓片 壓片後會進行第二次的熟化 然後經過一小時 十二分鐘的動態熟化後 就會進行燃壓 燃壓卷片 進行第三次的熟化工作 然後我們最後做切片 明白, 總是 vamos的 其實要切成的 好熱鬧 這裡剛才已經是進行炒麵 經過那部切麵機 接著切到它 每一個的份量是否重 90小 我用這個浮籠的… 有講過手法嗎? 有, 先對摺再對摺 其實就是讓麵不要黏起來 這樣它可以鬆散一點 煮的時候更趕快 會很快, 是這樣嗎? 對,對摺再做成麵形狀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算太難 經過七、八個工序後 終於可以看到成品了 現在麵也很漂亮 這樣是否可以拿去煮來吃 沒有 現在只能叫做濕麵 如果造成乾麵 還要拿去蒸熟 然後再烘乾 那濕麵是否有時去雲丹麵店 他們就會用這種麵 最聰明的一次 豬油拌麵就有了 看來我們來試吃不完 現在只拿著麵 從裡面來說,一定要添加一件東西 就是豬油 還要加豬油? 對,都說明豬油拌麵 裡面沒有豬油 要加上豬油才是完美 炸豬油這東西那麼好吃 但小時候為何沒吃過 我爸媽為何沒煮給我吃 因為你這個年紀的人 已經被人洗腦 說豬油沒有益 實際上,豬油在日常生活中 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們小時候 基本上大部分的食用油都是靠它 我們現在真的要多吃豬油了 那是否所有肥豬肉都可以拿來炸豬油 可以說是全部肥豬肉都可以炸豬油 但是你想出油率高的話 就要用豬板油 這個就是在腹部包著腸的兩塊油 首先要把豬油切成丁方形 然後先把豬油飛水,果果冷河 再把豬油加入清水 讓它慢慢煮 煮至水分變乾了 再慢慢把它炸金黃色 然後再放蔥下去,炸乾就可以了 麵很漂亮 一錄起麵,我們感受到麵很有彈性 先把豬油混合 放進去,一放豬油就拌勻 因為拌勻後,麵就不會黏住了 真的,很黏黏亮 拿點豬油 豬油 加點蠔油 加一點蔥花 顏色,很漂亮 期待已久的豬油拌粗 我們多拌它兩下,那就耽拌吧 耽拌… 而且拌勻後拌勻後,風生水起 很熱 很香,豬油的風味真是… 讓我嘗嘗一下 我們來說,吃出童年的味道 你吃出新鮮的味道 豬油的味道很香 豬油簡直是麵的靈魂 令整個麵特別有風味 你能否感覺到這條麵屬於寬條麵 這麼寬的麵來說 很容易有一個大技 吃起來是默默獨獨的 因為它很寬 它裡面的瘦水 瘦得不均勻的話 就出現現象 但我們今天這個麵是很鬆 而且入口是滑的 而且咬進去後是爽口 而不是實 所以這個麵用來做豬油拌粗 是特別適合的 這麼漂亮的豬油拌粗 不僅我們也能吃,你們也能吃 現在就在商城有賣 現在兩包是48元 但我們是否要自己去炸豬油 才可以拌粗麵吃 今天很麻煩 這些麻煩的東西我幫你做 凡是你買到的麵裡 每個麵裡配一包豬油 這裡兩包是12隻麵 就要配12包豬油 沒錯,兩個麵就可以做一大碟 大家更快拿出手機掃描 屏幕下方二維碼 進入尋味軍鹽損傷城選購 強哥,你真的很貼心 買麵還要送豬油這麼好 因為做豬油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研發 因為豬油練得夠新鮮才夠香 在家裡來說,如果太麻煩 這包是最適合的 剪開,一滾起麵 擠出豬油,拌勻 加豬油和蠔油,完成 適合我的懶人 這是甚麼家科 要用膠紙打包嗎 強哥,我力有所不知 這些是紙皮 展哥說的,我來打包東西 我沒有說 這是麵 這是麵 可以說的… 麵在這裡做甚麼 例如麵在這裡繩發 因為麵團要繩發 才能達到的效果,鬆軟 據我看,這個麵跟剛才的麵不一樣 這是甚麼麵 這是炒麵 炒麵的麵身要鬆軟一點 因為炒麵時要不要黏 而且要吸收醬汁 所以它必須做到這一步 這是很關鍵的步驟 你們有聞到那些酸酸粟粟的味道嗎 蘿蔔… 很酸,這是甚麼 很上頭 過期的麵還放在這裡 不是告訴我,這個就是炒麵,對吧 不是,這個是麵粽 其實就像別人做叉燒包一樣 要麵粽 其實為甚麼麵粽是這樣的 是因為我們先做這些麵的時候 提前已經做了一批 好 但這個就沒有放鹹水 所以… 特地讓它發酵 然後加入,加進去 是加速這個麵的繩法 其實麵蒸好後 完全不能有這種味道 你說得這麼好吃 我們等一會來試試炒麵 試一碟吧 這次是濕麵 這是我們剛才看到的炒麵 炒麵通常正式的 在酒樓裡用來炒麵的 就是用這隻麵 所以我們有時在家裡 為甚麼炒得不好 在酒樓裡的麵為甚麼炒得不好 其實做麵來說 都要分開很多品種 不是隨便一隻麵都可以用來炒麵 其實也可以炒,但很好吃 是另一回事 那今天我們要怎樣炒麵 我們今天做七彩炒麵 是嗎?七彩? 最主要是準備洋蔥切絲 芹菜、韭黃、紅蘿蔔 還有蔥,這些是調色的 還有這個豬肉用來切絲 我們要醃一醃 有了這種材料之後 我們將這個麵 稍後煮滾一點水 放下去稍微炒一下 立刻撈起它 撈起之餘,加少許生油拌勻 令它不要黏黏 那時候起鍋就可以炒 七彩炒麵 顏色很漂亮,很有食慾 對,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試一下 很有彈性 對 其實麵很好吃 基本上一夾就知道 未吃也知道 很大牙 麵很有韌性 即是咬下去會韌韌 其實這個在製作工藝裡 加了麵種 令它有一點起發的作用 所以它會韌 還有我們炒麵 最技巧一炒就斷了 你看,我們夾起來這麼長 是 還有一個長度 證明它有一種韌度 所以做炒麵對面的要求很高 如果比較軟 一下子炒就會變爛了 對,所以炒麵一定要鬆 爽快又滑 我下次想炒給家人吃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這款麵 那就厲害了 長壽煙煙都是我們傳統的港府麵 它是用雞蛋 優質的中筋麵粉 搓成麵團 然後再做成麵條 它要先煮一分鐘 然後再放在模具上面 經過高溫油 就是這樣就完成了 因為這是即食麵的祖先 真的嗎?很輕,很輕 對,這個衣麵的製作 跟剛才的蛋麵不一樣 我們吃的時候,把這個衣麵 通常會乾燒 老人家生日一定會有淋蝦衣麵 沒錯 或者燜衣麵 還有我們有時去雲吞麵店 也會吃到這個湯衣麵 是,我們是否像吃即食麵乾脆麵 像零食一樣 現在熟了,但沒有甚麼味道 我們現在來說 首先把這個衣麵放進水裡 搓一搓,大約八九成 然後撈起 接著我們起鑊 把湯衣放進去 把麵放進去,炆一炆 最後加上九黃 這樣就完成了 來嘗嘗這個即食麵的祖先 包汁衣麵 包汁衣麵 別人的祖先,你也吃了 來 但這個是頂配版的衣麵 你用包汁來煮 沒錯,用鮑魚汁來燜 其實很多用芝士來烤都可以 其實… 不喜歡,我們可以封入 可遠一點 … 可遠一點 不屟臣 我們也沒有 你會說 是… … … 有 來… 我現在可以多虎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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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